那個時代 那個破碎的時代 不管是男是女 其實都是背負著枷鎖的 那尤其在軍中樂園 有幾個非常鮮明的角色 可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 我覺得前半段 大家應該對於那個士官長 就是一開始在海龍特種部隊 訓練這些阿兵哥的士官長 陳建兵 他在片中飾演 這樣子的一個角色 就是外省人 那他就是莫名其妙當了兵 莫名其妙 軍隊就撤退來臺灣 我相信這在當年很多人 很多老兵 都是這樣心生的 在家園就莫名其妙被抓來當兵 然後當一被抓來之後 就再也沒回過家了 所以這個角色 他一直在鏡頭面前 我們看到都是他非常的憤怒 對整個世界吧 因為他是莫名其妙來當兵 可是他因為他莫名其妙當了兵之後 他也只會當兵了 所以他沒有選擇了 他必須留在軍隊裡面過那樣子的生活 他年紀又比較大 所以這時候他真的要去跟外界去交友去幹嘛 他其實也有困難 所以他到最後愛上了一個在831服務的 就是陳奕函那個角色 對 可是陳奕函這角色他也很掙扎 你對我那麼好 可是我真的要跟你好嗎 我可以跟你好 我是肉體上的跟你好 可是我精神上的跟你好 也可以啊 可是因為士官長就是覺得我太想喜歡你了 我很想把他娶回家 但是這時候你一定會面臨到一些衝突 就是你真的敢娶一個831的人回家嗎 嗯 在831工作人他真的願意結婚嗎 我覺得這都是片中他想要討論的幾個心情 這部分我覺得他做得很好 特別是士官長這個角色 他前半段的戲相當的重 對 講士官長講完之後不會 不要覺得說他戲很少 不會 我今天是從頭到尾都貫穿的 我今天這角色我覺得一開始看有點讓人家討厭 為什麼 因為你看他就是帶著一個很不錯的體魄來軍隊服役的 結果因為體格就是空包彈的感覺 就是體格很好 可是其實進不起操 重看不重用 重看不重用 就是因為他被退訓了 所以他又跟士官長的關係還不錯 所以士官長覺得這個孩子其實還蠻純情的 所以應該把他放到831這樣的一個環境裡面 他應該不會對裡面的小姐亂來 所以就讓他在831服務 老實說因為我們當兵的時代已經沒有軍中樂演這個東西了 所以我們對那個年代這個部分的記憶是勸缺的 我們不曉得831到底是什麼樣的風景 所以就隨著小寶就軟經天飾演這個角色去看到 原來831裡面是長這樣 原來裡面的阿兵哥真的好 還可以直接睡在茶室的那個服務生的樓上 其實我們看完跟幾個男性的朋友講說 哇 我們當年應該是很羨慕 我們都只有跟臭男生睡覺 他們下面住的是很正的妹 就幾個就是其實裡面的角色 就是像是軟經天演的角色 還有不管是831裡面的適應生 其實都是經過很嚴密的身份背景的調查 才能夠被選進的 是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好 軟經天在裡面重點是他要去跟適應生 就是萬千演的這個角色 談一場 我覺得有點像是烏托邦的戀情的感覺 柏拉圖式的愛情 柏拉圖式的愛情 對 那個地方是他們的烏托邦 他們住樓上樓下而已嘛 對 就是敲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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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 那就是他們自己的小小的烏托邦 沒有人可以干擾到那個世界 我都覺得天啊 如果當兵有這樣的一個氛圍 我該有多好 對 所以他跟萬千之間 那個感情的互動 我其實是還蠻喜歡 而且我剛才跟主持人私底下聊說 他們片中真的有一段很很激烈的床戲 我都認為 對 我都快要比賽了 我都認為是那個全片裡面 後半段的一個很大的高潮 就是他們兩個 就是已經明明彼此 其實算是認定對方了 可是還是很掙扎 要守著承諾 完成一個肉體的纏綿 那一段拍得非常的 我覺得很精彩啦 我應該是繼色界之後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過這麼激烈的 這麼精彩的血脈本張的床戲 對 而且這兩個人談愛情時候 因為在那個時代談感情 像他們在的地方 才是生鬼異的地方 在金門 在831 所以我覺得導演有特別想要突顯一些突兀感 他們怎麼談戀愛 怎麼去交心 就趁著在防空 在演習的時候 金門跟對岸彼此在互相發射一些子彈 轟炸 因為提醒對方 我們還是會作戰 會作戰的 他們卻是在兩邊互相作戰的 漫天風 漫天那些火炮 整個照亮了天空 他們是在這樣的一個氛圍底下談戀愛 你說這還不迷人嗎 我覺得這一點是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中發生的 因為我們這個年代跟那個時候 就接近50年前了 你是不可能看到這種東西的 所以這個片可以用這樣子的畫面 去呈現一個羅曼史 對 這絕對是很高竿的 《軍中樂園》呈現了一個烽火中的愛情故事 是 你講的蠻好的 這次那個導演紐承澤 他也是矛盡了全力去拍 雖然他這次真的沒有演 那其實對演員還有跟製作團隊都是很大的考驗 吸關節可不可以幫我們講一下《軍中樂園》 在製作面上面的成果是怎麼樣 我覺得第一個 他很難拍 他不好拍 他超級難拍 因為他要拍大時代底下這些事情的時候 第一個他的演員群要夠多 對 然後他拍那個金門 他們今天那一群人到金門的時候 那一場戲 其實不誇張 就是有那麼一點點像搶救雷恩大兵 一開始那些軍隊上岸上攤 那個感覺 他就拍出那個整個大動員的時候的人物 而且他動員的人是非常多的 對 那大家知道其實在金門拍片 他確實也在金門拍了 是 然後他這裡面有拍那些軍隊操演的生活 他也不是很好拍的事情 因為他還有牽涉很多地形上的問題 比如說他可能在懸來抖避上這樣拍這些東西 你要怎麼掉機器啊 然後走位啊 攝影機的運動等等等 這些隊員跟幕後團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痛苦的一件事情是你要怎麼去重現五六十年前金門的樣子 所以他們美術組幾乎搭了一整條街 全部都重做 對 做那整個街景做出來 所以我覺得他在一個時代上的考究上是花了滿大的力氣的 所以大家知道他宣傳上都講說他大概花了兩億多拍 兩億五千萬多拍 你看得出來 那個錢都有燒到的感覺 因為大家看到其實在那個木後花絮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拍了多少東西 從那個軟禁天要入伍 然後去抽籤做什麼 他每一個其實當兵的細節 他其實都照顧的蠻好的 而且因為他其實有太多景 他是要硬搭做出來 所以包括那個淹水的坑道等等 那個都是要去做出來的 特別去挖出來 所以花了很多錢去搭景做美術 我認為這個在當代台灣的觀眾來說 現在的製作的水平已經提升到這樣層次的時候 我認為觀眾是應該可以進戲院來支持一下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特別是他們去重現一個時代 重現那麼大的地方的時代 其實是很困難的 片中其實最重要的一首曲子是萬倩唱的 就是他唱馬利亞錄的一首歌叫大江東去 所以其實他一直不斷的用很多小細節去刻畫角色的心情 為什麼他要唱大江東去 因為他講的就是一個沒有辦法回頭的一條路